为了解欧洲循环经济的运作模式 云林县长张立善率团赴德国考察欧洲最大的环保循环园区 并针对县内产业的需求 到园区内SRF固体再生燃料制造厂 以及有机堆肥厂来参访 期待借由这次的走访 能深入了解国外成熟的技术与设厂的规模 作为日后云林县的绿能发展接近 为了了解欧洲循环经济运作模式 云林县长张立善率团考察欧洲最大的环保循环园区 德国旅嫩环保循环园区 并且针对云林县产业需求 到园区内的SRF固体再生燃料制造厂 以及有机堆肥发电厂来参访 其中这次参访德国的SRF制造厂 有相当的技术与规模 对于云林县未来设置SRF固定厂的规划 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任曼迪是在欧洲的最大的循环园区 整个园区来讲的话 大概处理欧洲这个附近 所有的不管是有害的废弃或是一般的废弃物 那透过我们的处理跟转化之后呢 我们只生产出两样东西 一个是原料 另外一个是能源 那真的不能用的部分呢 我们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野埋厂 把它先把它储存起来 等待新的技术出来之后 我们会再分区拿出来再储存 其他的处理 所以这是一个完整的这个园区 持续的为我们这个附近 不管是农业也好 工业也好 那做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再利用 那因为云林这边 我们目前在使用的都是属于移动式的 或站制式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透过一个大型厂的设置 那可以来有效的一个处理 我们云林县的一个交互垃圾 跟我们事业飞机的部分 那这一部分在德国这边 比较特殊的是 它会针对所谓的高热质的部分 会再另外再筛选出来 做一个客制化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今天来参访之后 那也会针对我们整个云林县 这边固定厂的一个规划 再重新做一些调整 另外园区内的早气发电厂 是利用油氧发酵隧道 以及燕氧发酵草粮走系统 来处理每年5万吨的厨余 以及2.5万吨的绿色飞机物 这个大县 那我们希望说 未来在整个人员转型过程当中 那云林县这边可以做一个领头氧 把所有的有机的农业的一个废气物 可以把它转化成人员 那另外人员 人员做一个发电之外 那摄影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有机肥料 那又可以来回馈大地来做一个使用 云林县目前已经推动 七大项的资源与能源循环 而这一次在参观完 德国循环环保园区 云林县的中地上表示 对于未来云县内的废气物处理 和循环经济的规划 有了更完善的想法 在利用尤其是制程SRF的部分 我想这个部分 他们已经做到整个因 所有客户的一个需求 可以做客制化 而且可以量产 可以商转 这是我们目前最需要的 那云林县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透过环保局 以及我们跟很多的这些 非常棒 而且有规模 甚至条件非常好的 这样的一个环保公司来合作 GIO这次的走访 是深入了解德国成熟的技术 与设厂规模 期待未来可以作为 云林县绿能发展的各方面参考 原来新闻综合报道